全世界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 比中国更能感觉到经济情势的变化了 经济显著的增长 让年轻爱消费的一代 有能力去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毫无顾忌的花钱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现在流行团购 以这样的方式来购物呢 能有利于讨价还价 有助于获得好价钱 和大多数人一样 公司职员金峰喜欢捡便宜货 而现在在中国 他有一个找到便宜货的新方法 每天他上网搜寻 他买入的所有东西 几乎都经过折扣 包括他的新奥迪汽车 他省下了1500多美元 那很开心嘛 家里能便宜一万多块钱 可以把这一万块钱 以后那个 金峰是越来越多的 热衷折扣的中国青年中的一份子 这一代喜欢消费的年轻人 也勤于搜集折价券 因此被叫做折价券世代 为了买新车 金峰在网路上联合了四个陌生人 一起团购汽车 中国有一千多个像这样的团购网站 彼此竞争激烈 这些网站集合想要购买同样东西的人 这样他们就可以争取高额折扣 对于中国的140万网路购物者来说 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主意 他就是说是省钱的这样一个传统 他的理念是比较浓的这样子 而且的话现在就是说是 现在的话很多 其实说商家的话 你一个人去还价的话 是还不下来的这样子 其实说中国在以前的话 是很喜欢买东西去还价的这样子 国际品牌例如宾市汽车 也利用这波团购热潮 这个豪华汽车制造商 在中国网路零售商淘宝网上 举办旗下smart car的团购 不到四个小时 就卖出200多辆汽车 团购网站如雨后春水般的冒出 多到连中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要加以管制 但是对像金峰这样的消费者来说 他计划在团购网站上找个房屋装修的好价钱 只要小心选择 团购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团购是在中国最新的热潮 人们聚在一起 不只是买小东西 也买大件的物品 例如家具还有汽车 现在在中国柴米油盐的价格都在上涨 但是网上的服饰 电子产品和汽车的价格 却在持续的下降 网上团购汽车甚至最低能达到7.7折 对节约的中国人来说 在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 省钱就等于赚钱 无怪乎团购大型气道了